近日,一段来自武汉病毒所内部的视频显示 武汉病毒研究所把活体蝙蝠养在笼子里 而这个最新的发现 也推翻了之前世卫组织调查人员说 研究所在喂养蝙蝠是阴谋论的说法 基左议员奥马尔近日在推文中 把美国、以色列和塔利班相提并论 引发议员们的强烈抗议 要求佩洛西罢免它 而佩洛西表示,不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马斯克在推文中的一番话 特斯拉将再次开放比特币购车 这让比特币价格再一次飞跃 黑命贵联合创始人卡洛斯 被媒体爆出拥有几百万美元的房地产后 黑命贵组织发生内讧 各分会问责前创始人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 我是袁成 今天是美东时间6月14号星期一 来看一组最新消息 据Sky News Australia独家报道 近日,一段来自武汉病毒所的内部视频显示 武汉病毒研究所将活底蝙蝠养在笼子里 而这个最新的发现也推翻了之前世卫组织调查人员说 研究所在喂养蝙蝠是阴谋论的说法 中国科学院在2017年5月发布新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的官方视频中显示 有蝙蝠被关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笼子里 同时还有一名科学家用虫子喂养一只蝙蝠的镜头 这段10分钟的视频题目为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武汉P4实验室的建设和研究团队 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病毒起源的报告中 并没有提到武汉病毒研究所曾经饲养过任何蝙蝠 只是在它的附件中提到病毒所有饲养动物 报告中说 P4实验室的动物房可以处理各种物种 其中包括带有SARS-CoV-2病毒的灵长类动物 世界卫生组织去武汉调查病毒起源的小组成员 动物学家彼得达斯扎克说 蝙蝠被养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说法是阴谋论 他在去年12月的一条推文中说 武汉实验室没有蝙蝠 科学的工作原理就是我们收集蝙蝠样本 把它们送到实验室 然后就地释放它们 而他在另一条推文中再次说 病毒研究所养蝙蝠 这是一个阴谋论 我领导的工作以及跟我合作了15年的实验室 它们里面没有活的或死的蝙蝠 这是一个错误 我希望得到纠正 就在本月 达斯扎克收回了他先前的说法 并承认武汉病毒研究所可能饲养了蝙蝠 也承认他没有就这个问题询问武汉病毒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的这个视频 是一些由自称为JASTIK的组织的研究员发现的 这个组织也在调查大流行的病毒起源 这个小组的协调人比利·博斯蒂克森 长期以来一直提出有证据证明 武汉的实验室里有蝙蝠 目前达斯扎克先生没有对评论请求做出回应 6月12日八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联名写信给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要求他惩罚发表不当言论的民主党极左联邦众议员奥马尔 把他逐出众议院外交委员会 据《每日一报》报道 奥马尔近日在推文中把美国、以色列和塔利班哈马斯相提并论 引发了包括民主党议员在内的很多众议员的抗议 然而 佩洛西表示 不需要对奥马尔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说奥马尔已经澄清了他的看法 并说他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 对此 八位共和党众议员上周六给佩洛西写信 要求众议院罢免奥马尔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席位 他们认为 奥马尔的立场和美国政府的立场不一致 也不相容 而且他的言论诋毁了美国的战略盟友 并加强了反对犹太人社区的反犹太人暴力 他们在信中写道 奥马尔的这种言论和政策立场损害了美国的海外利益 也削弱了我们外交政策的有效性 他们认为 如果不惩罚奥马尔 国会将发送一个危险的信号 那就是 美国容忍反犹太人主义 他们最后敦促佩洛西说 我们由衷地要求您履行您的诺言 快速地免除他在外交委员会的席位 这些共和党议员们认为 作为众议员议长 如果佩洛西拒绝惩罚奥马尔 将是一种非常懦弱的行为 因为他拒绝问责自己党的成员 今年2月 由于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格林多年前发表的言论 被指控为阴谋论 这8名共和党议员也要求罢免 他在众议院教育委员会的职务 最后导致格林被罢免 6月13日 马斯克在推文中的一番话 让比特币的价格再一次飞跃 他说 如果能证明挖矿者使用更多的捷径能源 特斯拉将再次开放比特币购车 马斯克话音刚落 比特币价格一度飙升近10% 达到39,035美元 短线上涨近3,500美元 6月14日 在亚洲市场也进一步反弹超过9% 到39,838.92美元 创下两周以来的最高点 近日 南非金融管理机构Signia的首席执行官维尔兹卡说 马斯克故意通过推文来推高比特币的价格 然后在高点出售了手中大部分的比特币 他呼吁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进行调查 马斯克对此在推文中回应说 这是不准确的 特斯拉只出售了大约10%的持有量 为了确认比特币可以在不动摇市场的情况下轻松变现 他还补充说 如果挖矿者能够证明使用相当比例的捷径能源 并且未来趋势很好 特斯拉将再次允许比特币交易 近年来 马斯克被一些市场人士认为是加密货币的主要幕后推手 特斯拉在2月份宣布可以用数字货币买车 消息引起轰动 3月底这个选项成真 但是5月份马斯克说 为了保护环境不再接受比特币买车 随后 比特币价格从4月中旬的历史高峰 63564美元跌到最低点30500美元 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跌了52% 5月21日 中共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称 将打击比特币的挖矿和交易活动 外界认为 中共对虚拟货币的打击措施 将使个人购买虚拟货币更加困难 并可能影响挖矿者的业务 使他们更难把虚拟货币兑换成人民币 不过 据彭博社报道 FTX交易所的场外及机构销售主管 齐斯曼表示 马斯克这条推文 为加密货币增加了积极的前景 他也补充说 七国集团对加密货币的看法是中性的 甚至是乐观的 因此 他相信加密货币将要开始反弹 黑命贵联合创始人卡洛斯 4月份被媒体爆出拥有几百万美元的房地产后 黑命贵组织的一些分会 要求他们保持透明 并要求问责卡洛斯的所作所为 黑命贵不同分会之间的内讧 似乎正在加剧 据英文大纪元报道 卡洛斯上个月离开了黑命贵组织的领导层 他否认了关于他滥用任何捐款的指控 他还说 这些说法 连同关于他有昂贵房地产的报道 都是右翼信息站的一部分 目的在诋毁他和黑命贵运动 但一个自称BLM10Plus的组织表示 他希望通过黑命贵全球网络 卡洛斯和其他组织回答捐款的使用情况 并指出 黑命贵的领导层没有对其他团体保持透明 BLM10Plus在6月11号的声明中说 赞同支持我们声明的分会数量几乎翻了一番 其中一些分会发表了自己的声明 不仅呼应了我们对问责制的呼吁 也呼应了我们多年来寻求透明 民主和内部转型的经历 声明还说 一些草根活动团体在世界各地被收编 他要求在黑命贵运动基础设施的透明度上 启动最重要的有原则的问责制 BLM10Plus说 卡洛斯和其他黑命贵全球网络高级工作人员的工资 从来没有报告给各个分会 而卡洛斯把自己安排为基金会的执行长 这马上导致了黑命贵网络的分裂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新闻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转发 也欢迎您给我们留言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